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现在大多数Windows电脑都是16GB起步 Surface除外 苹果如此定价属实让很多人不明白 也让想买更大内存的人无奈 对此网络上戏称 苹果的内存比金字还贵 即使不得用大容量内存 又在不同容量内存之间设置一个太高的差价 那么 苹果的内存难道就是和别家不一样吗 还别说 就搭载M系列处理器的电脑来看 确实不一样 在苹果电脑官网 那些搭载M系列处理器的Mac电脑规格表中 通常会在内存哪一栏中标注是统一内存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统一内存 当年 苹果决定抛弃英特尔处理器 专用自己基于ARN架构设计的M系列处理器时 在科技数码圈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M处理器对于苹果的意义这里无需再赘述 而在M处理器上 有一个组件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它便是统一内存 统一内存英文 全称Unified Memory Architecture 这一术语也被用来描述它的工作原理 简单理解 苹果的统一内存就是封装在SOC中 能被CPU和GPU同时取用 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提升SOC的效率 在解释统一内存工作原理之前 先了解一下传统内存架构的工作原理是有必要的 CPU或GPU主要利用内存来在处理执行指令时临时存储数据 以前CPU处理电脑执行的大多数任务的指令 而GPU执行与图形相关的任务 例如玩游戏或渲染3D图像 然而近年来 GPU已更广泛地用于处理与图形无关的数据 如挖矿等 其中数据可以是计算中使用的变量 先前计算的结果 或CPU GPU执行任务可能需要的任何其他内容 此外 应用程序和进程使用内存来存储运行时所需要的数据 因为访问内存比在机械硬盘或固态硬盘更快 因此计算机的内存越大 可以存储的数据也越多 CPU和GPU读取和写入硬盘的时间就越少 但这只是从理论上来说 实际上 CPU GPU和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 还会受其他因素影响 其中之一便是不同组件之间传输数据的效率 不同于其他单独的内存组件 比如DDR5内存或LPDDR5内存 苹果的统一内存是和CPU GPU封装在一整颗的芯片上的 这样既缩短了CPU GPU与内存的通信距离 又减少了协议开销 还提高了内存利用率 缺点是目前仍有很多游戏或应用程序 是针对专用内存的GPU架构设计的 因此在具有统一内存或集成显卡的计算机上 性能发挥可能不那么好 统一内存和常规内存有什么区别吗 本质上 它们都是由内存芯片制成的 不同的是它们的工作方式 简单来说 常规内存纸和CPU进行数据传输 而统一内存相当于一个内存纸 同时服务于CPU和GPU 从苹果的统一内存介绍图可以看出 CPU和GPU均可访问两个内存组 当苹果在2020年首次推出M1Mac时 许多人都对8GB的起步统一内存感到惊讶 甚至到现在 搭载M芯片的Mac仍是8GB统一内存起步 升级到16GB则需要加一笔不小的钱 苹果之所以只将8GB作为统一内存的起步容量 而同等价位的Windows PC通常至少有16GB内存 官方解释失其统一内存 比大多数Windows PC上的内存要高效了多 因此不需要那么多内存就可以达到相同的性能水平 事实上 如果你只是用来轻办公或者娱乐 8GB内存确实也够 但倘若平时要运行密集型任务 比如编辑非常大的图像和视频 3D渲染以及弯大型游戏等 8GB内存将会捉进见肘 这时 16GB或以上容量的内存才是更好的选择 但对于苹果来说 之间的差价实在太多了点 苹果自M系列芯片发布后 采用的都是统一内存 它与CPU GPU等被封装在一颗芯片当中 能有效缩短数据传输距离 同时能够同时服务CPU和GPU 提高利用效率 但这并不能成为 苹果内存比金子还贵的理由 或许是苹果的姿态和品牌 调兴在消费者的心中意志比较高 虽然有人看不惯 但喜欢的人并不在意 所以 或许可以说 不是苹果的内存比金贵 而是我们还没有资格成为 苹果的目标用户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 这里要说的内存真的只是内存 而不是很多人将储存交作的内存 和电脑一样 智能手机的存储也由内存和储存组成 也就是在手机规格表里常见的 LPDDR和UFS 而手机厂商也常常根据存储容量的大小 来对同一机型制定不同的价格 在智能手机发展的十多年里 搭载的内存容量也从最开始的128MB 512MB 到现在主流的12GB 16GB 甚至有些手机用上了24GB 已经和主流办公笔记本搭载的内存容量一样大 目前 世界上主流有三大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Android iOS Harmony OS 其中安卓系统的内存管理就饱受诟病 搭载安卓系统的手机尤其需要更大的内存容量 因此就以安卓系统为例 看看它是如何管理内存的 安卓系统基于Linux内核 所以内存资源的分配方式与知识相同的 当在安卓系统中打开一个应用程序时 它会创建一个新的进程 该进程需要内存等资源 如果内存容量还有空闲 则会获得该应用程序所需的数据 不会影响到其他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 而如果内存容量已被用完 安卓系统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通过交换内存液的手段压缩内存 这个技术被称为CRAM 压缩的内存也保存在内存被隔离的逻辑部分 它不能直接读取 必须先解压再加载到内存的常规部分 但是它仍然比从储存加载应用程序数据要快 如果CRAM也用光了 这时安卓系统将自动清理 当前未使用的应用程序进程 这个现象被称作是杀后台 举个例子 比如你的手机同时运行了多个应用 而当你需要切换到最开始打开的应用 它需要重新进入 以目前的安卓手机来说 一般都是8GB内存起步 最高可到24GB 而iPhone目前最大只有8GB内存 并且只有Pro版才能享用 常规版还只有6GB 这是不是就说明 一些大内存的安卓手机是性能严重过剩呢 其实 还是要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平时使用手机的习惯是开几个应用程序 并且有清理后台的好习惯 那么8GB内存已够用 如果是经常玩一些大型手游 并且喜欢边玩边做些其他的 比如听歌 聊天等 12GB 16GB内存的手机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如果你喜欢玩后台主流程序的极限挑战 同时在手机上运行几十个应用或游戏 那么就得上24GB内存的手机了 一般来说 搭载的内存容量越大 手机售价越高 但去年也出现了一些终端机型采用24GB大内存 价格还不怎么高的情况 这个时候自然可以忽略上面提到的用机需求 内存是越大越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看完后是不是对于电脑和手机的内存有了新的认知呢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请订阅关注Jeffrey Tech 我们下期再见